相见为佳,Cellkey Vital Air 第一次使用前,和每日清洗你的油丝避罩和喉管 是很重要的保养程序 为了方便清洗,请拆开避罩 用力按压快速释放凸片,再拆开软墊的喉管 然后将软墊向后拉,由布料稳固带拆除 用温水稀释洗洁精,浸洗避罩组件和喉管 避免用含有护肤或者保湿成分的清洁剂 不要用漂白剂、酒精或者含有以上成分的清洁剂 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再封干,避免晒倒阳光 避罩和喉管要完全干透才可以用 你也可以在早上洗凉时同时清洗喉管 然后挂在浴室里面封干 头带不需要每日拆开清洗 但是要每个星期或者有需要那时清洗 可以用暖水稀释碱液手洗 可以放平或者挂起浪杆 不可以用干衣机 晚上要用那时,如果避罩和喉管仍然未干透 可以将它们搏去睡眠呼吸机 开着机,将水分吹干 检查避罩和喉管有没有损坏或者磨损 好像裂缝、细裂痕等等 有需要时更换组件 整根以下的步骤,重新组装避罩 油丝避罩,独有双面布料稳固带 你可以选择足感较舒适的一面向内 将布料稳固带放在软垫上面 再按压稳固带 套入去扣住软垫的坑纹 对齐软垫底部和布料稳固带的切口 扣上头带那时,拿起头顶固定带 印有Philips Respironics的一面向外 将头带摸索贴 穿入墙那边布料稳固带的细孔里面 然后扣上布料稳固带 将喉管接拨到软垫 直至快速释放凸片 卡入正确位置